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父上帝饶恕我们的罪过 我父上帝能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 我父上帝能驱赶一切的黑暗 我父上帝赐福于我的子子孙孙 主啊 唯独我父上帝能让我们顺从和遵守主的话语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在这时间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主的话语 使我们只专心爱主爱上帝 主啊 而我的内心为什么始终在抱怨发怨言 这都是因为我内心有贪婪私欲 总是体贴肉体 才会有抱怨和发怨言啊 求主的话语照亮我的内心 使我的内心醒悟过来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门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很多人说 哎呀 我的心愿为什么没能得到实现呢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是有能力的 是带着功效的 是活泼的 我们找一下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 上帝是最爱我 也是要赐福于我 是要把最好的给我 而很多人说 哎 那我怎么就没有领受呢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啊 而我内心呢 是不是没有信心啊 我内心没有信心调和 所以好像没有经历上帝的话语一样 甚至身处于困境 身处于很辛苦和痛苦的处境中 却不肯来到主面前 却不肯跪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啊 很多人说 哎呀 我认罪了呀 我也悔改了呀 如果我们真的认罪悔改了 内心是喜乐的 是平安的 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上帝就饶恕我们的罪恶 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 认罪悔改了 心灵就得到了平安和喜乐 心灵得到了平安和喜乐 那脸色自然就有变化了 我们大家很多人来到主面前 真诚的认罪悔改了之后 内心得到的是平安和喜乐 是每天每天靠近主 每天每天是来遇见主 因为在主里面 使我们心愿得以实现呀 我们每天靠近主的时候 主造就我们 主拯救我们 所以大家 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呀 一定要忍耐到底呀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 我们的心愿 只有在主里面得以实现 我们是为了得救 来信耶稣基督啊 不仅我要得救 我的家庭要得救 我的子子孙孙要得救 那么在更深一层次 我们的教会要得救 我们的国家要得救 乃至整个世界 整个人类都要得救啊 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 我们读一下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上帝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阿们 其实 主耶稣基督是诚然担当了 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而我们却以为 他受责罚是被上帝击打苦待了 我们的想法总是与上帝做对的 而只有在基督里 由上帝来主宰我的心怀意念呀 我们的想法完全是错的 而上帝主宰我的心怀意念的时候 菲利比书四章七节 上帝主宰我的心怀意念 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想 因为只有上帝是对的 只有上帝是正确的 主耶稣基督 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受苦受害 是为了拯救我这个罪人啊 第五节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是因为我们的罪恶 耶稣基督受害呀 我们先找一下 尼西米纪九章二节 我们的过犯 就是我们祖祖先献所犯的罪恶 我们天生生下来所犯的罪恶 而这一系列的罪恶 是由耶稣基督担当了 而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使我们脱离祖宗所犯的罪恶呀 所以主耶稣基督保险的能力 不仅赦免我的罪 也能赦免我们祖祖先献所犯的罪恶 所以我们在主面前 信耶稣基督的人 一定要谦虚谦卑地认罪悔改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受尽了耻辱 受尽了辱骂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恶 和我们祖祖先献的过犯 所以在主面前 我们要承认主啊 我犯罪了 不仅我犯罪 我们的祖祖先献也是犯了罪恶的 而能让我脱离这罪恶的 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呀 所以在主面前 任何人都没有口夸口的 上帝解决我们所有的困惑 主耶稣基督是解决我们所有的罪恶的问题呀 尼西米纪九章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尼西米纪九章二节我们读一下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决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阿门 我们在主面前承认主啊 我犯罪了 而且在主面前 我们也要承认 我们的祖祖先献也犯罪了 我生重病 遇到困难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向主犯罪了 甚至不仅我犯罪 我们的祖祖先献也犯罪 而我们的罪恶比祖先的罪恶更严重 我们要谦卑谦虚地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 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是赦免我的罪 也赦免我们祖祖先献的罪恶 约安一书一章九节 只要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罪恶的 只要认罪 上帝就饶恕我的罪恶啊 我们向主承认主啊 我就是杀害耶稣基督的人 是我的罪恶 导致耶稣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 我承认我的罪恶的时候 上帝是饶恕我的罪恶的 我们一定要承认 是我的罪恶和祖祖先献的罪恶 导致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受害 受死 而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爱 是使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了 所以面对十字架 面对主耶稣基督 对于我们来说 只有发辞内心的感恩感谢 我们越加的靠近主 就会越加的发现 我在主面前是多么的渺小 我一个罪人 耶稣基督却爱我爱到底 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拯救我呀 所以 面对主耶稣基督的保险的生命 对于我们来说 只有发辞内心的感恩感谢 我们向主求饶恕 认罪上帝就饶恕我呀 我们不仅 我们的罪不仅得到饶恕 我们向主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还要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领受耶和华以乐 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啊 所以我们要向主承认主啊 我们犯罪了 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 而且耶稣基督是赐福于我们的 耶稣基督正是与上帝同等的 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是能赐福于我 也能拯救我 我们的生死是由上帝来主宰着的 而因我们不信耶稣基督 甚至因我们没有承认上帝的作为 没有承认上帝 就犯了罪恶了 我们曾经都是与上帝作对 都是上帝的仇敌 而今天为了得救都来到主面前 求饶恕 求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奢免我 拯救我 以赛亚书53章5节 我们找一下 是因我的罪恶 耶稣基督受害 耶稣基督能医治我一切的祝福 耶稣基督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耶稣基督能赐福于我 耶稣基督能引导我去天国 只有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 而我们的罪恶却让耶稣基督受害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分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上帝爱我 所以使我们受责罚 上帝爱我 所以管教我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上帝的儿子受的鞭伤 因上帝的儿子受的责罚 我们得了平安 我们得了医治啊 约安三说二节 大家知道 我们因得到了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 首先我的灵魂能得救 我的灵魂能去天国的时候 在这世上一切都是亨通的 不仅疾病得到医治 一切事情都是亨通的 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要一味地谦卑谦虚 我们要悔改呀 悔改我的罪 也悔改我祖祖先的罪恶 悔改就是意味着 承认耶稣基督保血 是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我们认罪悔改了 求主的能力引导我 使我离弃罪恶 不再犯罪呀 我们找下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真言八章十七节 而我们有爱上帝吗 很多人说 哎呀我爱了呀 我爱主了 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切切地认罪悔改 这才是爱主爱上帝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照着上帝的指引蒙召唤的人 才是爱主爱上帝的人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阿门 上帝爱我 疼爱我 所以责备管教我 为的是医治我的疾病 为的是让我得救 希望我平安的生活 我们的灵魂得救 能去天国的时候 在这世上一切都是亨通的 所以上帝爱我 疼爱我 所以责备管教我 所以我们要发热心 悔改阿 悔改怎么悔改呢 通过读圣经 通过圣经的话语 认识到我的罪恶 所以每一天花时间 花四分之一的时间 读圣经了 通过圣经的话语 通过主的话语 通过主的教导 我认识到我的罪恶 那第二 第二就花时间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恶 向主承认和 承认自己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 承认自己的罪 而且要离弃罪恶呀 第三 求主 就承认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能洁净我的内心 使我的内心得以洁净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就是 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呀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我们能得到医治 能得到救赎 感谢主的厚爱 这就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呀 上帝的话语是要 丰丰富富的存入在我的内心呀 我的内心要装满主的话语 我的言行举止 要有上帝的话语彰显出来的 这才是真心的爱主耶稣基督啊 我们找一下真言八章十七节 上帝疼爱我 所以会管教责备我 上帝疼爱谁 就使谁受管教 为的是让我们发热心悔改呀 因为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就是为了我们 先受的责罚 先受的管教 就是上帝向我们显明的爱 因上帝的儿子受刑罚 使我的疾病得以医治 因上帝的儿子受责打 使我得平安 而我们为什么 却不愿意领会主的爱呢 上帝已经把一些权给了我们 甚至连儿子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热心 爱主耶稣基督 发热心悔改呀 真言八章十七节我们读一下 爱我的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阿门 我们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 使我们领受和领会上帝的爱 我们求主 主啊 求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领会上帝的爱 大家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公义 而且有富贵荣华 有丰富的尊荣啊 我们读一下第21节 这上帝的话语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粮食啊 很多人说 哎我读圣经了 我们每天读圣经 至少要读三次 就是每天要切切地读圣经啊 就是我的生命 真言八章21节我们读一下 使爱我的承受获财 并充满他们的富库 阿门 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负责我的人生 甚至财富和钱财 也是上帝赐给我的 最大的财富 正是认识耶稣基督的 使我们信耶稣基督 这正是最大的财富 那这世上所需用的 上帝都知道 早已为我预备好了 是厚此于我们享受啊 而我们首先要专注于的是 我的内心 有没有只专心地 爱主耶稣基督呢 上帝是最爱了我 是深深地爱了我 而且是先爱了我 而我们却没有爱主耶稣基督 我内心想的都是这世俗的事情 我内心关注的都是这世俗的事情 是体贴肉体的事情 并没有专心爱主耶稣基督啊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按照上帝的旨意召唤了我们呀 我们蒙召唤也要蒙拣选 我们被选上了才是能去天国的 彼得后书一章十到十一节 当今有很多的讲道集 但是呢 很少人能讲蒙召唤和蒙拣选 因基督 因信基督使我们蒙召唤 因基督使我们蒙拣选啊 是照着上帝的旨意 只专心爱主耶稣基督 遵守主的话语啊 至今很多人还是不领会 基督的奥秘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说 哎我爱上帝了 哎我爱了呀 我爱主了 但是在上帝看了 我们并没有爱主耶稣基督 出埃及十五章二十六节 上帝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 在座的各位 上帝是医治我的疾病的 而我们的言行举止 要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 所以要信耶稣基督 既然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 就要照着主耶稣基督 保险的能力和功劳 真诚的认罪悔改 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真诚的认罪悔改啊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阿们 上帝是最爱我的 那么爱上帝的人 这是按照上帝的旨意 按照上帝的旨意蒙召唤的 是专心爱主 爱上帝的人 是遵守上帝旨意的人 这时候尽管生病了 上帝负责我 使我更好 我不好的性格 上帝能给予医治 上帝能改正我不好的行为 上帝造就我呀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上帝的爱 能使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 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凡事感恩感谢呀 我们找一下铁撒罗人家前书五章十八节 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凡事感谢感恩的 我现在生病了 哎呀 感谢主 通过这种的疼痛 通过这种的疾病 使我越加地认识耶稣基督的爱 使我认识我要真诚地认罪悔改 通过遇到了这样的苦楚 使我认识到原来这样的处境 从中能让我领会这样庞大的上帝的旨意 从中让我领会上帝的美意 从中让我学到不少的知识啊 铁撒罗人家前书五章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锁定的旨意 阿们 凡事谢恩 这是上帝的旨意啊 是在基督里面向我们锁定的旨意 所以我们的感恩感谢 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的感恩感谢呀 因有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为钉死在十字架第三天复活 能赦免我一切的罪能救赎我 所以面对一切事情我们是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因为有了基督使我们蒙召唤了呀 我们找一下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上帝是最爱我们 是深深地爱了我们 我们只专心爱主爱上帝的时候 我们照着上帝的旨意 像主耶稣基督爱我一样 我们也只专心爱主爱上帝的时候 这算是在基督里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呀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 我是不是活在基督里面呢 我是不是遵守了基督的教训 我是不是活在主的话语里面呢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那次诸般恩典的上帝 曾在基督里招你们 得向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阿门 大家知道只有在基督里面 使我们蒙召唤 而很多人说是信主 却从来没有认罪悔改过 很多人没有照着基督保写的 救赎之恩 在主面前谦虚地认罪悔改呀 那很多人说 哎那我做了四季档悔改了呢 我认罪了我也悔改了 但是呢光嘴上悔改 光嘴上认罪了 当然了我们首先是承认罪恶 是用嘴承认罪 是发自内心的承认罪恶 承认罪恶了 认罪悔改了 主的感动肯定是让我离弃罪恶 不再犯罪的 并不是今天认罪了 明天还故意犯罪呀 这世上的学问和理论知识 全是要靠自己 而信耶稣基督 一切都是要靠恩惠 靠上帝的恩惠 靠上帝的指引呀 我们要领受的是上帝的指引 是上帝的恩惠呀 我们蒙召唤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保死的功劳啊 那蒙召唤的人言行举止 要与蒙召唤的行为相称的 并不是按照我的标准 是上帝的标准呀 我以为我很正直 而在上帝看来 我可是误会肮脏的罪人呀 因信基督使我们蒙召唤 因信基督使我们成为义人呀 而这一切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 我们总以为自己很洁净 我们总以为自己没有罪恶 而在主面前我们要查看自己呀 我们找一下以弗所述四章二节 蒙召唤的人言行举止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蒙召唤了 那从此我的言行举止就要有蒙召唤的行为 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 是上帝的话语全都告诉我们 是指教了我们 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 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 我认罪悔改了 那蒙召唤的人就要有言行举止上 有蒙召唤的行为 我们读一下以弗所述四章二节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阿们 第一节 以弗所述四章一节我们再读一下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阿们 蒙召的人行为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那凡事要谦虚呀 马太分十一章二十九节 耶稣说了 耶稣是温柔的 是谦虚的 所以我们要照着主耶稣基督 凡事谦虚 在这世上只有耶稣是没有谦虚 在这世上只有耶稣是没有罪恶 所以是谦虚的 我们都是有罪恶的 所以我们没有谦虚 只有耶稣是没有罪恶 是谦虚的 所以我们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也要照着主耶稣基督 凡事谦虚呀 不是我天生有谦虚 是有耶稣基督的保喜的生命 在我心里 使我有谦虚 而且基督是恒久忍耐 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有忍耐 如果大家真实地做了四阶段 如果大家真实地做了四阶段悔改 大家知道温柔是耶稣基督的爱 有耶稣基督保喜的生命 在我心里是温柔的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 都是和睦的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职份 是和睦的职份 能使一个罪人来靠近上帝 能使一个罪人 在主耶稣基督保喜的爱面前 认罪悔改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 这正是基督保喜的功劳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 一切都是忍耐 因为并不是体贴肉体 并不是照着自己的心愿 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生活 所以是有盼望的 是非常有允许的 上帝赐给我平安的心 上帝赐给我谦虚的心 上帝赐给我温柔的心 有耶稣基督保喜的生命 在我内心的时候 就有主耶稣基督的爱 彰显出来 在这世上靠我的努力 靠我的努力都做不到 谦虚靠我的努力 都做不到和睦相处 夫妻关系都做不到真实的亲密 而因信耶稣基督 上帝造就我的时候 使我们在这世上 凡事都加倍的好 马太福音19章29节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厚赐予我们 享受一些 无论是在什么情况 甚至经济上 钱财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是上帝赐福于我们 蒙昭患的人 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是凡事谦虚 是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大家知道 信耶稣基督的人 才有忍耐 只有在基督里是有忍耐 而我们内心 有贪婪私欲的时候 就总是顾着 这世俗的价值观 总是贪婪 所以就没有忍耐 以福所说四章二节 我们读一下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阿们 恒久忍耐 不是靠自己 而且还要有爱心 以爱心互相宽容 是以耶稣基督的爱心 才能有宽容 才能饶恕所有的一切 大家知道 我们 我们内心被魔鬼挟制的时候 都是不肯饶恕的 我们总是既恨既仇 不肯饶恕 这就是被魔鬼挟制的时候 而耶稣基督是饶恕了所有的人 甚至罪人 顶装自己的罪人 耶稣基督也全饶恕 甚至 为他求祝福 赐福于他 彼得后书一章十到十一节 而我们呢 我们因心耶稣基督 我们也要照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顺从 我们时时刻刻醒着 我是不是在基督里边呢 只有在基督里才是遵守主的话语 爱主的人 那在基督里的人 一定是要谦虚谦卑啊 什么是谦虚谦卑呢 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遵守主耶稣基督虔诚的道 照着主的话语传福音 只讲主的话语 只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才是谦虚谦卑啊 天摩塔前书六章三节 而我们很多时候为了讨人的欢心讲话 这都是傲慢骄傲的 大家都要警醒啊 我们讲话 要只讲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是照着主的旨意讲话 是遵守主耶稣基督虔诚的道 并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心 很多人为了讨人的欢心 甚至讨自己的人气讲话 那都是傲慢骄傲的 上帝不喜悦的 在基督里面 我们要完全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因信耶稣基督 我这个罪人得救赎 得赦免了 我得到了主的饶恕 因为有耶稣基督 保险生命的爱 我也能饶恕别人 而我们在这世上 却做不到饶恕 这就是假的信任 因为靠自己是不可能饶恕的 做不到饶恕 我们内心全是罪恶 所以切切地默想主耶稣基督的功劳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使我的罪恶得到饶恕 做四阶段悔改 切切地向上帝承认 我心里的邪恶的罪性 这时候 我的罪恶得到饶恕了 就有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来 使我也能饶恕他人 我们在这世上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利用别人 我们并没有谦卑谦虚 我们没有彼此的相爱 我们也没有彼此的顺服 因为我们内心全是邪恶的罪恶 是罪性 而耶稣基督是除掉了这邪恶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是为了奢免我们的罪恶 为了拯救我们 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基督 所以恳切地祷告吧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主啊 一直以来 我说是信主耶稣基督了 而我的言行举止呢 并没有谦虚 也没有凡事忍耐 我也没有凡事温柔 我也没有以爱心宽容啊 主啊 这都是我错了 甚至我都没有意识到 我心里是有罪恶的 面对身边的人 我有没有承认别人都比我强呢 这正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啊 谦虚不是我自己能做的 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谦虚啊 承认耶稣是基督 承认耶稣基督救赎我 赦免我的罪恶 使我在基督里边生活 而我们自以为自己是洁净的 我们自以为自己是没有罪恶的 反而飘飘然了 反而挡住了主的荣光啊 我们今天求圣灵引导我 使我认罪悔改 我父上帝 主啊 我们是犯了罪恶的 我们的祖祖先先也是犯了罪恶 因为我的罪恶是耶稣基督受刺伤 受责打 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我们却还抱怨 抱怨主 抱怨上帝 求主的话语使我醒悟啊 主啊 我并没有谦虚啊 我内心并没有服侍圣灵 我内心丝毫没有温柔啊 我内心丝毫没有忍耐啊 主啊 我始终不饶恕啊 我内心始终既恨既仇啊 求主的话语 照亮我的内心 使我真诚地认罪悔改 求主引导我 使我真诚地认罪悔改 使我的心愿在主里面得以实现 主啊 求主怜悯我 求主搭救我 使我的言心举止 与蒙召唤的恩相称 我父上帝亲自造就我 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得以完全 主啊 求主引导我们 使我们遵守主的道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领受主的话语 得照主的祝福和允许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祝福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